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议会选举 工党在英伦半岛重展话语间 而左翼联盟在法兰西则上演了逆风翻盘 欧洲陆续政坛变天大气排 面临抉择时刻将何去何从呢 而在大西洋的彼岸 美利坚大选更是千军一发 拜登辩论是节节败退 克朗普能否二进攻 让资本身上是敌心标的 大选年重头戏上演在即 全球格局又会迎来怎样的变化 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 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 英法政坛在近期是风云变坏 工党在英国大选当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结束了保守党长达14年的执政 斯塔默作为新首相肩负者 为英国带来变革的重任 而法国这边呢 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的投票 新成立的左翼联盟赢得了最多的一席 而总统马克龙的执政党联盟排在第二位 此前被外界预测有望 拿下议会最多数席位的极右翼政党 国民联盟却只是排名第三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 出口民调出乎所有预料 由社会党 法国共产党 欲党和极左翼 不屈法国组成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 有望在国民议会577个席位中 获得175到205个席位位列第一 总统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在一起 预计将以150到175个席位排在第二 而在首轮投票中 得票率居首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 在关键的第二轮投票中 预计将以115到150个席位排在第三位 三个联盟都没有获得绝对多数席位 诞生玄制议会 左翼联盟的梅朗雄表明 拒绝与总统马克龙进行谈判交易 左翼联盟已准备好执政 受到重挫的国民联盟灵魂人物 勒庞强调 国民联盟将继续扮演一直以来的角色 他就是捍卫法国和法国人民 荣誉与法国人站在一起 维护他们的利益 国民联盟主席巴尔戴拉就批评 执政党联盟和左翼联盟的联手选举策略不光彩 令人们失去了可以让法国复苏的政策 让国家落入极左翼手中 不管是左翼联盟还是其右翼领先 这一结果都对马克龙造成打击 法国总理阿塔尔在选举结果出炉后称 向马克龙递交辞呈 但他表示 法国即将举办奥运会 如果职责需要 将会继续履行总理的职责 不过 法国总统办公室8号发表声明 总统马克龙要求阿塔尔暂时留任总理一职 以确保国家稳定 埃利社工官员就表示 马克龙当天晚间不会发表讲话 他将等待国民议会结构明朗之后 再任命总理 在最近这段时间 整个欧洲陆续迎来了政坛的一系列的变动 英国和法国陆续举行了议会大选 这些大选可以说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变化 在后续应该如何来观察呢 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 周恩惠先生的解读分析 周恩惠好 我们先来说说法国吧 法国这次的大选 对于这个孤注一掷的马克龙来说 这个消息不算太好 也不算太坏 不算太坏 确实是他最担心的极右翼阵营 确实是没有赢得最多数 但是不算太好 确实我们没想到就是这个左翼联盟突然突围之后 赢得了绝对多数的这样一个支持 您怎么来看 如果真的是左翼联盟上台的话 对于整个法国未来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假如左翼联盟他执掌了总理这一边 他就得兑现自己的承诺 比如说其中一项的承诺 就是马克龙在第一任期的时候 费了很大劲 就是把退休年龄从64到64 他说不但要退回来 还要到搞到60 就这样 那法国这个财政怎么办 因为法国人的退休 他的保障是很高的 就他这个补偿率可以达到70%到80% 差不多是全世界最高的 所以法国人他认为 他退休之后有大概15年到80岁左右的时候 他是一个非常黄金的时期 人生就是这个时候才开始享受 拿着很高的邮金到处去游乐 但是法国没有钱 而且呢 这个左翼联盟提出一系列就是增加开支 所以一算起来 他们上台之后 大概法国的财政要增加1000亿欧元 可以想一下 这钱从什么地方来 只能就是举债 所以他必然就对欧盟加入欧元区 要求的财政几率有一个巨大的冲击 如果法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这么干 其他小国的更加也这么干 所以呢 金融市场对于左翼联盟上台 是持一个巨大的问号的 我想马克龙他做这个政治豪赌 他想的就是还是一个悬浮议会 他想着自己的人 因为他现在是排第二嘛 他继续当总理 各方给一些支持 所以马上这个 他们在第二轮选业当中 是联合起来 把极右翼压到了第三位 但是呢 为了争夺这个行政总理的主导权 马上这两派就开始展开攻击 当然出于可能对这个奥运会顺利举办 大家可能会缓和一下 但是他们的矛盾马上就暴露出来 你这边暴露的矛盾越大 也就印证了乐鹏说的 只是推迟了他们的胜利 看这帮人啊 这么乱来 到2027年很可能 乐鹏就是下任法国总统 而在法国呢 他这总统的行政权力 是比总理要大的 这就是欧洲新的一幕 就是现在没有来临 反而是可能27年才来临 所以对于马克龙来说 这一次的不算完全的这个失败 究竟是一个垫脚石还是一个绊脚石 可能比较难以判断了 我们再来说英国这边 您刚刚说在欧元区这边可能会比较大的变化 现在英国脱欧了 但工党也终于上来了 结束了这个保守党的这个执政 这一次斯塔莫的上台 对于整个英国来说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英国的对内对外政策 会不会出现一些质的变化呢 您觉得 这是全世界在发达国家比较罕见的 中左派上台 主要是左派上台 因为原来是执政党 保守党是右派 基本上他内政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外部变化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首先斯塔莫上台 工党政府也明确表示 不会重新回到欧盟 那我们就得检讨一下 在过去这十年当中吧 就从卡梅伦他豪赌脱欧的公投以来 几任保守党的首相是一个不如一个 所以像后边这个苏纳克 基本上没有什么个性 唯一这个有个性的就是约翰逊 他其实他挺勇敢的 他当时19年搞了个选举一下就赢了 后来呢就是出现最这个寿命最短的 特拉斯 特拉斯这个这个内阁 那就完全也是一个胡搞 应该说呢 像斯塔莫领导这个政府 他有很多的这个议席 他表现可能会中规中矩 不会像从约翰逊到特拉斯这样 进行一些胡来的这种政策 突如其来的政策 但是呢在国际事务上边 我们看到从约翰逊开始 就是完全充当美国的马前柱 世界什么地方乱 他就涉入什么地方 他就提前来做这些军事上的 这种供火加油的事情 所以我们最大一个关注点 就是在全球乱局的下边 英国这个工党政府 会不会采取一些理性一点的做法 就像现在的澳大利亚的工党政府一样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会特别的 所以整个欧洲放眼来看 随着政党的轮替也好 大选结束也好 欧洲似乎已经到了一个 必须要抉择的时刻 究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可能在接下来这段时间 就会有一个分枪 特别感谢周文慧先生 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欧洲政坛的风云变化 与此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大选年的重头戏 也就是美国大选 也是扑朔迷离啊 特朗普究竟能不能二性功 尚未可知 不过资本市场 已经开始提前布局 他的特朗普交易 怎么来解读这背后的逻辑呢 下期回来 我们将会和市场专家 一块来探讨分析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投视 在说完了欧洲一系列的大选之后 我们接下来还要来看看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大选 目前来看形势持续 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 随着特朗普二进攻的概率 越来越大 市场已经开始提前抢跑 对于美国未来的财政 还有贸易政策的方向 做出部署 在电视辩论中惨败之后 拜登放弃竞选连任的可能性 也正在影响华尔街的态度 交易员们正在加紧 将资金转移到美元 美债和其他可能受到 特朗普重返白宫影响的资产 特朗普交易已经卷土重来 投资者普遍认为 如果特朗普重新当选 美国将会迎来 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 和更加严重的保护主义 并且刺激相关资产的组合交易 包括更加强势的美元 更高的美债收益率 以及银行 医疗保健和能源等 可能受到政策利好的 特朗普概念股节节攀升 同时 特朗普还曾承诺 在关税和移民问题上 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可能会带来通胀的进一步反弹 事实上 资本市场已经开始提前抢跑 在上周晚些时候的两天时间里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相比两年期 上升约13个基点 是去年10月以来最陡峭的变化 金融业ETF则出现了大量的资金流入 在美股市场上 金融业ETF在上周资金流入量 创下了两个多月以来的最高纪录 投资者增持高达5.4亿美元 标普500指数也在上周 创下了今年以来第23次历史收盘新高 不仅如此 特朗普胜选的前景 也促使全球交易员未雨筹谋 排除日本股市在外的MSCI亚太区指数 上周触及两年新高 日经平均指数也一度升穿 41,000点高峰刷新历史新高 港股则在上周先升后回落 恒生指数全周累计微升约0.5% 曾多次占上18,000点整出关口 但未能齐稳 周一继续缩量下跌 创超过两个月收盘新低 金融 医药和地产股跌幅居前 权重科技股也普遍走弱 那一系列的变动 更多的解读分析 我们来听听香港第一 上海证券首席策略师 叶上志先生的解读分析 叶先生您好 叶先生您好 叶先生我们看 美国大选可以说 牵动着全球资本市场的神经 现在来看特朗普 这个二金工的可能性 变得越来越高了 我们也看到 美国这个长短债 收益率的利差 再次扩大了13个基点 按照之前的风格来看 这特朗普他依旧 还是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的拥护者 这是不是意味着说 美国的通胀很有可能 还会调转上上呢 嗯对 那确实呢 我们看到资本市场这一边 也是有一个长跑 就是这样的情况来的 那么也在部署 就是如果特朗普 再度的作为美国总统的时候呢 那么总体的 他的一些政策 会对金融市场这边 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那么如果说通胀这一边呢 那确实大家也是会有一点那个担忧的 因为大家也记得在 特朗普上一任的这个任期的时候 是2016到2020年嘛 那么其实2018年的开选 特朗普的一个风格都表露出来 那么更多也是倾向于保护主义的 那么其实这个带来包括一些关税啊 那其实对一些物价的一个提高啊 那么把这个全球一体化的这个产业链 有一些破坏啊 那么啊 确实也令到了 美国当时呢 你大家回头看 其实从2018年之后 那么其实美国的CPI呢 其实都没有在2%的 啊 美联储制定的这个目标的一个水平 都已经是在2018年之后 已经上到了3%以上的 那么当然除了这个特朗普的一些保护主义 那么后面呢 包括全球的疫情的一个爆发啊 那也包括这个俄乌的冲突啊 也甚至呢 以巴的一些冲突啊 那么这一些对能源的价格提升啊 那么其实对美国的CPI都有影响 那么但是如果这样的因素还没解除 那么还有看到现在特朗普如果再来散乱 那么保护主义还是可以有机会表露出来的话呢 那么美国的一个通降 如果你说哎要压回到3以下 我们觉得是有一定这个难度的 那么但是如果你说是不是再度4%5% 那么这个概率我们觉得也也不是太大 那总的来说通降如果是在保护主义底下呢 要压下来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难度的 对 所以现在来看美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胀 不管会不会抬头啊 至少会在高位还会持续下去了 但我们可以看美联储官员 对于整个货币政策的取态还是非常的暧昧 为了迎合大选您觉得鲍威尔会不会在短期之内 宣布降息配合拜登政府的这个选情呢 毕竟鲍威尔还是这个民主党的这一边的 这一个方向的一个官员啊 所以他的一些动态 我们可能也会比较的关注 嗯对 那其实如果您说 今年呢 包括美联储的一些官员 也包括主席鲍威尔呢 其实他们对那个美国的货币政策 那么其实都挺暧昧的 那么其实一个方面呢 就是因为这个CPI这个通降呢还没下来嘛 那么其实一直都站在3%以上嘛 那么其实按他们那个说法呢 其实没有一个信心朝着目标2% 这一边压过去了之后 其实都没有减息那个条件嘛 那么当时另外一边也可以注意到 其实美国的一个经济呢 最近的一些数据出来呢 其实可能也有一些这个 比较表现疲弱的这样的状态 也包括上周五嘛 那么就业数据的一个公告 那么美国最新的失业率 4.1个百分点 那么其实两年多以来 那个最高的 所以暧昧呢 就是在于这个通降还没下来 在经济呢 可能已经表现比较疲弱的时候 那么可以减吗 那但是通降又没下来 所以比较暧昧了 所以其实如果你说 是不是我还是相信 他们这个也是相对比较独立的 那么也不是为了一届的一个 政府的一个来服务的 那么所以是不是因为 要支持这个拜登的一个政府 来提前这个减息 在这个通降还没压到 3%以下来做这个决定呢 我觉得这个还是 我觉得这个概率还是不高的 那么更多也是按鲍威尔说的 最终还是看数据 我相信美联局 这边还是上的比较独立的 对 那明白 货币政策可能会比较独立 但是现在有一个疑问在这 就是说如果真的 特朗普在大选当中胜出 从投资者您这个方面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对于整个投资策略 会带来比较多的改变 那哪些方面可能会有一些 明显的调整呢 嗯对 那其实这个呢 更多也是因为 包括一些选举啊 那其实出来新一届的一个政府 他们的一个政策怎么样呢 那其实这个层面 更多是体现在宏观策略这一边 所以其实宏观嘛 那其实更多也是看这个经济啊 看这个通降啊 看这个货币利率的一个走势啊 那其实更多是体现在宏观的一个策略 这一边的 那么如果这个特朗普 就现在也是出来 可能获胜的一个机会蛮高的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特别就是宏观这一边的策略 就是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个逃着 那么包括刚才提到的 这个通降可能还是会比较难去压下来 因为保护的主义的再度进一步的一个抬头 那么如果这个通降比较难压下来的时候 去美国现在高利率的环境 要可以再延长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的时候 这个我们觉得需要关注的 所以现在可能更多会倾向于还是比较保守 那么一些包括货币基金这边 我们觉得还是现在可以优先的一个关注 因为高利率的环境还维持一段时间的时候 去货币基金这一边 有一个比较稳定的 这样的一个收入 那么但是如果债政啊 一些可能 这个减息的时间表有机会进一步压后嘛 那么其实债政这一些 我们更多在等待 那么如果债势率进一步充高 在债政的价格进一步下来的时候呢 到那个时候来部署会比较好一些 总结您的这个分析来看 就是目前我们的策略还是要以稳为主 但也有分析认为 就是说特朗普交易已经卷土重来了 日股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最大的收益方 毕竟特朗普上台 中美关系的这个不确定因素 很可能会让一部分的资金 开始流入到日本股市当中 您觉得日股接下来的表现该如何判断呢 嗯对 很明显的看到日本的日本股市呢 其实过去的三个月 其实挺波动的 那么四月份的时候 其实啊 当时已经到了日本股市到了四万点嘛 那么然后就是有一个回答 其实回答的也是不小的 那么到了三万八千点 但最近其实这个再动起来 甚至已经在唱出了另外一个新高的 那么也正正就是特朗普这个 获胜的这个概率提高 就这个情况就出来嘛 所以其实这个呢 其实对这个日本股市 确实我们看到 应该还是有一些资金再度的 有一个流入的 那么更多现在 其实体现出来嘛 那美国那边可能还是一个 比较高利率的环境嘛 那么其实跟这个日本的一个息差呢 可能还维持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幅度 所以最近我们也不能发现 去日元再度的一个走弱了 那也跟这个日本股市一样在 但是日元对美元是在唱了一个 三十多年以来的一个新低嘛 所以其实日本股市那边 现在这个冲高了更多 还是体现在日元再度的一个贬值 那么但是如果后续的话呢 日本股市包括企业的盈利 或者您说这个资本的一个回报率 已经在四万点体现出来 所以更多现在是一些基金流 那如果您说基本面那边 确实对日本股市暂时呢 我们觉得还是有一点这个 过度的一个反应的 明白 那我们再来说说港股啊 您觉得现在来看 确实港股和A股的这个联动效应 比较明显了 但是港股受到外部这种因素的影响 同样不可忽视 您觉得对于这一系列选情的不确定性 未来的港股走势会如何来判断呢 嗯对 那因为香港这一边 因为港元呢 跟这个美元是有一个联系汇率嘛 那如果美国那一边 都还是维持一个高利率的环境 可能还要延长等一段时间的时候呢 那么其实这个对香港的影响是蛮大的 所以其实也不难发现 其实从上周开始的时候 港股的造语量都相对比较明显的有一个萎缩 那么今天也不足910了 那么其实现在的流动性已经回落到了 第一季的一个平均那个水平 那么所以其实在流动性这一边有一些缩减 那么其实这个对港股的承托力 我们觉得也是会有相对的一个减弱的 所以可能港股这边更多也受到这边的影响 可能还是有一定这个讨长的空间 对 好 嗯 今天非常感谢叶尚智先生来到节目当中 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在下节回来 我们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 接下来和大家一会来关注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 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热榜是聚焦在了央行的最新公告上 从即日起呢 央行将会视情况展开临时的正回购或者是逆回购操作 来调整市场流动性和资金面 并且对于短端的利率进行调控 那临时的正回购 隔夜正逆回购的操作利率分别为 7天7的逆回购操作利率 减点20个基点或者是加点50个基点 我们再来看看英国金融时报 今天热门还是在聚焦美国大选的相关情况 拜登是不是真的要放弃竞选总统大位呢 如果说拜登连任 那么在第二个任期结束时将会年满86周岁 同时他辩论表现的不佳 也加剧了民众对他的忧虑 所以有三分之二的选民认为 拜登应该在11月大选之前被替换掉 再来说是华尔街日报 关注的是婴儿潮世代呢 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德克萨斯州的乔治敦 是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 许多的老年人聚居于此 他们的活跃与各种聚会活动 并且是在积极的消费 也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 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 我们也一块儿来了解一下 韩国媒体关注 今年上半年海外投资者购买 韩国股票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达到22.9万亿韩元 约合165亿美元 截至目前 海外投资者已经连续8个月 进买入韩国股票 总持仓大约860万亿韩元 占总市值的30% 具体来看 美国投资者所占份额最大 达到40% 其次是欧洲 新加坡和中国 分析认为 随着三星电子等半导体股的 投资情绪复苏 下半年外资将持续净流入 韩国股市 日元疲软导致物价持续上涨 日本民众暑期出游意愿 稍有降温 虽然今年民众的平均预算 较去年增加了1000日元 达到58000日元 约合2800港元 但减少预算的人数占比 由之前的9.6%增加至13% 调查显示 有接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 今年暑假将在家中 国家附近度过 其次有16.3%的人 将在国内旅游 另有10%左右的人 将在当地一日游 今年以来 全球各大港口航运堵塞问题 持续严峻 为了避免运输延误 已有大约20%的新加坡企业 由航运转向空运 也导致空运费大幅上涨 目前涨幅达到50% 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空运需求 有物流业者正在权力拓展物流网络 有业者预计 随着后运量的增加 空运费将持续上涨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陪伴 我是玩具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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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